哈喽大家好 那我今天要来教各位 制作一个牙刷架 那想必各位会觉得牙刷架为什么要自己做 因为我们这个牙刷架跟在市面上买到的不一样 那我们准备用磁性的方法来做牙刷架 那各位可以来看一下我准备了哪些材料 那我就是去食源店买这种小盒子 这种小盒子就是装一般乳液啊 做分装用的 然后我们还要准备一个磁铁 还有一个小铁片 当然牙刷一定要的 那首先我们打开这个小瓶子 我们把它滴一些这个日溶胶在里面 然后你再将这个磁铁摆进去就好了 把它摆进去 那我们就等着让它冷却一下 那我们可以先来做这个牙刷的部分 那你就在这边滴一个热熔胶 然后我们把这个小铁片黏上去就好了 它这样就等它干就好了 好那这个差不多干了哈 好我们就可以把它锁起来 因为它这个有螺纹可以锁的哈 那我们就在这边再涂一些热熔胶 涂多一点 好 然后我们就把它黏到我们浴室哈 好这个玻璃上面 好把它黏上去 好那我们再把这个牙刷拿过来给各位看一下哈 就是这样把它摆上去就好了 好它就要吸住了啊 这边我刚才已经做好的哈 好那当然你除了这种用这种铁片之外哈 你也可以用这个 好这个就是绘纹针 好用绘纹针把它 在这边好把它绑一圈 好一样也是可以的好这样 好这样就黏上去了 好那这样是不是很方便啊 磁性的自动吸的 好那以上呢是由我为您示范哈 如何制作一个磁性牙刷架 那希望各位会喜欢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影片 请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也别忘了帮我按一个赞 谢谢各位 拜拜 好 好 我们下一次 你可以面试一下 一路 完成 开始 我们下一次 感谢观看